本来昨天是想给你们出个教程 就是讲怎么样自己做一个属于自己的PE系统 结果呢 那个制作软件一直出问题 而且只有那一款软件才能制作 所以我就没做成功 那个教程就没办法出了 那没关系 我们今天再来看另外一个也是很厉害的 这个东西 就什么意思 嗯 也是一个U盘系统 你该写到U盘 启动起来 那么它是支持启动ISO镜像文件的 就是说你的ISO镜像文件啊 你不需要给它写入到U盘 你只要用这个系统 然后给它读取一下那个ISO文件 然后就可以达到写入U盘的那个效果 因为什么 因为我经常写入了ISO文件了以后 然后在换另外一个ISO文件的时候 U盘出问题 经常性的 我刚刚就做这个系统的时候 我就又把一个U盘又给转换了 现在可以存东西 实在是存不了U盘镜像了 所以说 没关系 那那个网站是国外的 如果你们下台不到 就直接看视频最后的那个二维码 直接用我这个就行 那这次压缩包直接打开就行 那按这个EXE 然后 这个时候就插上下U盘 那点击一个安装就行 我下去插上U盘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叫安装成功了 然后 我们可以把这线插插掉 然后 去到此电脑去看 然后呢 它是有两个分区的 一个是 会显示出来的分区 你是可以存东西的 还有一个 隐藏起来的分区是 它的系统分区 然后呢 你 这两个分区 你都千万不要格式化 为什么 如果你格式化错误了 这个U盘 就再也 赚不了 ISO镜像文件 就写 就写不进去这个镜像文件 我刚刚那支U盘就是这样子 我 只格式化这个可见分区 那个不可见分区 没有去格式化 然后现在 U盘就是 报废U盘 就只能存一些文件 你要存这些写入的镜像是不行 就是如果你到时候 想不要这个系统的 真的想格式化U盘 然后换加系统的话 你需要 用到分区工具 我找下我的分区工具 建议用这款分区工具 然后你要如果真的想要 给它格式化在U盘 给它搞的话 你就 嗯 对 你就要 找到你的U盘 这底下这些分区都不用理它 就找到你的U盘 然后又击你的U盘 然后 这边有个 删除所有分区 点它 然后再保存更改一下 然后 然后 最后 这才是叫 格式化分区了 因为你不是刚刚 删除了分区吗 那你到时候就 又击一下 然后新建一下分区就行 如果你是 嗯 这一个个分区 给它 调的话 你最后就会发现 你的U盘 是被整坏 这个系统 就是这个 毛病所在 因为它是国外的 刚刚不是做好的这U盘了吗 我们就先插到电脑上 然后 现在 就去按开机键 然后 瞬间就 快速按 你自己电脑的那个 启动热镜 不懂的就是百度一下 然后 这边 就找到你自己的那个 U盘 选它 这个鼠标 我想移开了 它自己的U盘啊 我的U盘是叫这个网页 你看你自己的U盘叫什么呢 然后自己拿进去 然后它就会这样子 然后 因为我现在手上 还没有下载任何的 ISO文件 本来我想导入进去 没有下载任何的ISO文件了 我还去下载 所以说 它一般正常这边就是 会有你 导入U盘里头的那个ISO文件 那你就选它 然后回车进去 就跟写入在U盘里头是 一模一样的操作了 就 ging 你 这下载任何后 在下载和 这下载的 00